他所修行的法门 他证得菩萨道 他证证得的 他说 他所能够见到佛神的智慧光明 就像那日球一样的 日球是什么样子呢 他的普照 不管你是 东边说 日本也好 最西边说 美国也好 你看那地球是圆的吧 圆的 转过来转过去 但是只是形容这一个球 这一个球 一个天子要主持这么一个球 那空中无穷无尽的球 有无穷无尽的天子 这个是天下 有一个月天子 有个日天子 另一个四天下 也有个日天子 月天子 那就这四天下多了 一个佛徒 三千大千世界 那一个佛徒里头 那一上一数的日天子 月天子 那个不见得都是菩萨 不见得都是继位 这是讲代表性的 代表性的 能够到华言法会的 咱们所说的都是华言海会 继位的菩萨 来祝福 阳化 也要他自己求法 闻法 你现在懂得这个含义 别当日天子 月天子 这样想 别想到月球 跟日球那样想 那像你没法进入 那就误解了 那误解了 就像你想 说在另一个星球 另一个世界 说到娑婆世界 南沿福提 南沾部罩 南沾部里头有个 中国 中国里头有个四大名山 文座菩萨就住在五代山 观音菩萨就住在菩萨山 那你要从他的世界 来到这来找文座菩萨 你到这五代山找吧 这用你惯字去惯 日天子月天子 你得有这种惯例去惯想 不要用众生心 去分别圣经 这个大一帝 跟大家说一说 不然咱们天子讲 什么天子了 什么日天子 就把他挡到月球里头去了 日天子在月球里头 就跟咱们说 文座菩萨就在五代山 去吧 咱们天子在五代山 有些在五代山 住了这么多年了 好多辈子 文座菩萨究竟在哪住呢 说带楼顶 带楼顶是像啊 但是文座菩萨坐那个带楼顶 那几间小破房啊 可能吗 你得这样想 或者你像人一样的 找他的右身 没有 他是法善 骗一切错 等他视线又深了 跟你一样 你又不意识了 你能意识 说这个是文座菩萨 哪个是啊 你不见得意识他 这是你修惯的时候 等你智慧开了 你得 福德智慧 增长了 你自然能见到 你有那个得了 日天子 月天子 都来给你护法 你说冬天很冷 你叫月天子 你给我放点热能吧 他给你放点热能 夏天很热 叫月天子 你放点阴气吧 让他凉一凉 清凉一下 那是佛书 还经的 他们都来了 来的是继位的菩萨 不是一切天子 都能来得到的 知道这个含义就行了 做圣经会 不要让我们现在的 现在的心里 来揣度这些个问题 你揣度不了 这个是不能侮辱的 得要制入 要制入 因为我们这个智慧达不到 第一个 他 这是总说了 说他就说到他所 这个静光啊 日天子 他所得的法门 所得的佛的自身 用日形容他菩萨 行菩萨道的时候 他这个造一切处 他是平等平等的 没有分别的 那众生要有障 有障 像我们要在 太阳的光照普遍的 如果我们在法堂里头 照不到你 应该感觉他的难 感觉他的难 他直接的他照不到你 因为有遮 有遮 就像我们见不到 文书斯利普 再五代三 见不到文书斯利菩萨 你有遮 遮 遮就是障 有障 尽管他光是普遍的 你有障 照不到你 他是无私的 普照的 不是他给你做遮障 是你自己做遮障 这个普照的意思 有时候 有时候要你心 他心是普遍的 有接受阳光多 接受阳光少 那就是他 他自分的障碍了 要处所呢 那么一个太阳的光 只能照这个 照这个四大步骤 这个四大步骤外头 它另有个太阳了 不是他照的了 那要这个菩萨行 佛了还要化度纵上 成立佛的化度纵上 所现的不一定是佛神 要心 要处 要实 这样的功能 佛菩萨立于纵生时候 没有间断的 没有间断的 心 处 实 永远不间断 以什么的表现呢 以他所无量节修成的道果 发出智慧 以智慧 散巧方便 立于纵上 但是又说回来了 说到本体上 这是用 咱们前头讲 大方广的体相用 大方广华文经 就是佛的体相用 要用说 实如是 用皇归于体 咱们前头讲了很多了 为什么到这个 这一本快完了 把它再重说一下子 就是 它的功用是 常无间断的 看来这是形容着 进光日天子 实际上一切菩萨 都有事 他只得到佛的一份 他的心 得到自性的本体了 他的大用的 所用的处所 进四方法界 而且无处所的处所 要时间 尽未来即 要他所用的功用 立于纵上的功用 常时无间断 永远至立于重伤 这叫把这个第一个的日天子的 作为这样的解释 其实是十方的一切日天子 不止这个说不四戒 因何四一日天子 只要菩萨继位 显胜 他有这些殊胜的方便 能够立于众生 使众生开悟 就是那个阳光 一定照耀一切众生 使众生得到温暖 有这个含义 那么第二个的天子 他随意众生的泪 随意众生的身 众生哪一泪就在哪一身 他令他们明白开悟 都入智慧海 那他也得到这个谢托门 谢托门呢 就是他在利益众生上 没有障碍了 他能得到谢托了 但是此是他所证得的 他所证得的 因为他能入佛字 入佛字 随那个众生的哪一类身 他就献哪一类的身 献哪类的身 他是种种方便 种种方便 目的是让他开悟 悟呢就是 说明白一点 就是让众生的明白 悟跟迷 迷是不明白 悟是明白了 明白了渐渐的正弱 第三个日天子 他对于那个 佛的得的无障碍 佛的得无障碍 随着众生的缘 而去利于众生 但是众生都是掩误的 随着他的演员 而去利于他 但是他自己没有眼 他是绝了眼的 纯净的 何叫进功德了 因为在这个四上道 利于众生的事 他能契合的礼 那礼呢是骗的 是无边际的 那四也就无边际了 就是随他的功横所修了 这个都有出入的 因为他现在还是菩萨 他是华言菩萨了 来华言海会的都是华言菩萨了 但是还不是佛 不是佛就说的 还没有究竟 第四这个日天子 他修的是 用这个大智慧 指导他 一大悲心 给那一切受苦的重上 度那些受苦的重上 灵愿他得了离苦得乐 生欢喜 第五个天王 他利于众生的时候 也是无奈的 令众生们离开的 账 离开货 起货 造业 业就能账 断货 断货 断货不造业了 不造业了 账就消失了 而要他所思现的身 因为他有了智慧了 那身也就无账耐了 所以都称光明 光无账耐过 普照的意思 他能够 若实际上说 前头一说到普照 一说到普的意思 或者要心 或者要处 或者要石 或者要他的功用 都入世 实际上才成光 反正这十个日天子 不离开光 光是呢 还是散巧 就是智慧 智慧有两种 有根本字 有方便散巧字 如果详细 又有锅再分开 有十种 十字圆明 到经文里面讲 十字菩萨 都叫字